俄乌战争持续了三个星期 局势丝毫不见缓和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公开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战犯 引来克林姆林宫的强烈抨击 俄罗斯坚称 虽然和乌克兰的谈判进度缓慢 但莫斯科依旧希望能够尽快地 和基辅达成和平协议 不过美国和乌克兰官方都指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炮火袭击 不见反增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晚上 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 被媒体追问会否将普京 视为战犯时 拜登起初拒绝这个措辞 但随后却折返 对这摄影镜头声明自己的立场 对此俄罗斯国家通讯社 塔斯社报道指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无法接受 也绝不原谅拜登的这番言辞 俄乌战争即将跨入第四个星期 乌克兰首都基辅从星期二晚上八点开始 进入长达35个小时的宵禁 直到星期四早上七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表示 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谈判目前还在进行中 重申乌克兰的首要目标是结束战争 以及恢复完整领土和主权 俄罗斯外交部则声称 双方正在商讨乌克兰成为中立非军事国家的问题 并且很快就会达成协议 但是白宫却不这么认为 另一变香 泽连斯基星期三通过视频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再度喊话 要求华盛顿对莫斯科实施更多制裁 并且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 针对设立禁费区的要求 泽连斯基也退热求其次 提出开设人道主义禁费区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随后回应表示 在拜登政府看来 人道主义禁费区和军事禁费区并没有实际性区别 美方依然坚决反对 在乌克兰领空设立禁费区 不过拜登同一天下午宣布 再向乌克兰提供额外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武器包括无人机和导弹防御系统 目前俄乌两国还在进行和谈寻求共识 但俄国对乌克兰的炮火攻击并没有停泄 西方媒体报道 除了加强对基辅的炮击 俄军也在马里乌波尔和切尔尼戈夫等城市 对等待援助和逃亡中的平民发动袭击 不过俄国政府通通否认 反称这全都是骗局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